你最想推荐的新北海鲜又是哪一道呢 当然是我们的供料包 万里蟹还有小卷 你根本不是推荐一道 你是每一道都推荐吧 这个季节才有的小纸菜 非常的好吃 我们后悔的瞬间想要跳海潮舞 对啊 因为我本来是订了这个 要带回去给家人享用 那为了这个节目 我们就请他要再等等 哈啰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好好说 好好好 恭喜吧 我们之前说新北市真的是 富源辽阔 包山包海 今天是包海来宾 哈啰 大家好 我是新北市政府 一月级港事业管理处的处长 我是张立真 处长好 其实处长我们知道 新北市真的是地大物博 什么都有 余资源是非常丰富 海岸资源也非常丰富 今天我们就要特别带大家来开箱 新北大冰箱 最新的都在这 所以来找处长吃最新的海鲜 绝对没有错嘛 我今天要介绍的是 供疗包的餐盒 现在是我们供疗包的产季 这餐盒里面不只有供疗包 还有很多新北的新鲜海味 所以一盒餐盒里面 你就可以真的吃到所有的海味 从这个供疗包吃到鱼货类的 对不对 真的是物超所值 究竟这餐盒里面藏了什么好料呢 一盒居然就可以带大家吃遍 新北洋跳跳的海味 来看我们的新北厚厚家 哇 这也太澎湃了吧 处长 这究竟是出自谁的好手艺啊 这个就是我们今年辅导 供疗它的甜妈妈餐厅 特别推出的供疗包料理的餐盒 它的主角除了供疗包 真的应有尽有 这供疗包我很熟 我认识它上一次见过面 那其他呢 我们新北产量很高的小卷 白带鱼卷 白带鱼块 有一个更特别的这个供疗在地产 这个季节才有的小纸菜 非常的好吃 我们呼的瞬间想要跳海草舞 对啊 处长在帮我们边吃边聊一下 它们的滋味是什么 好 我会吃一下这个 海草舞 小纸菜 小纸菜 它是凉拌的 凉拌的 很爽口 零负担 很甜很好吃 很营养 这个白带鱼卷 因为它已经把肉取下来了 所以它完全没有刺 有点像那个炸 偷偷飞那种感觉 今天好像我们供疗包有点被冷落 它明明就是主角感 这个是干煎的 然后我吃一口 鲜甜 就是会锁住它的那个 juicy的味道 对不对 哦 这种丰盛美味的料理 处长我们要怎么样才吃得到呢 在下面的网址这边可以做预订 这个网址就可以预订到 但是如果没有预订就吃不到 像本来你预订好了嘛 好像要带回去给家人吃 现在是不是都贡献出来了 是没错 因为我本来是订了这个 要带回去给家人享用 那为了这个节目 我们就请他要再等等 看我们小编就不够努力 没有先预订 现在在镜头后面流口水 是不是又羡慕又嫉妒 有点嫉妒的小编啊 出了非常难的考题要考处长 好 处长可以接受挑战吗 可以 没问题 你看处长勇往直前 让我们进入我们的快问快答 新北28个渔港都很有特色 但是我今天要推荐一个 就是我们淡水的第一渔港 它不仅有美丽的夕阳 无敌的海景 另外有一家昭日夫妇 它的冰炮 超级的好吃 那里还有一个画室可以画画 好文青哦 又有艺术气息 又有天然美景 还有天然美味 哇 谢谢处长提供我们 这么好的渔港 好 下一题 你最想推荐的新北海鲜 又是哪一道呢 当然是我们的贡猶包 万里蟹 还有小卷 你根本不是推荐一道 你是每一道都推荐吧 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去 这个北海岸啊 有一些海鲜餐厅 看到那个现场 大家点的就会每一道都想要点一点 对不对 所以啊 不用到餐厅一道一道点 你怕点不完 那我们就有一个餐盒 就可以解决了 好奇啊 我们北海岸有非常非常多 远近驰名的盛大活动 请说出三个 新北河海音乐祭 淡水 跨年烟火 还有最近很热门的 北海潮一火 再下一题 金山有一项被列为新北文化资产的捕鱼文化是什么 这个不可不知 本辉啊 黄火一夜 北海岸金山地区最古老的捕鱼的方法 非常的壮观 而且令人看了非常感动 是 对 所以其实未来也有机会会成为自己文化遗产 对 金山休闲观光协会啊 他们在努力 希望本辉啊能够成为我们新北的第一个世界文化遗产 下一题有没有适合亲子一起体验的鱼港主题工作坊呢 有哦 我们每年暑假都会在我们的供僚富裕园区来办理山湖小学堂 那就是亲子一起来学习参与山湖富裕的工作坊 新北第一个完全禁渔区是在哪里 野柳的水产动植物繁殖保育区 这个保育区是我们在2019年成立的 除了石花菜跟麒麟菜 要经过申请我们同意以后有限制的拆补以外 那其他的我们是完全禁止拆补 包括你徒手去抓或者垂钓通通不行 我们会设这个保育区其实是我们在这边有做软湿的富裕 然后它富裕的成效非常的好 所以我们就特别把它从万里的保育区把它独立出来 然后让我们生态的监测啊 富裕的情况会更好 真的蛮感动的 其实不管是经济以及这个保育 其实我们渔业处就是不遗余力的双轨的并推 那整个新北市很多有这个生态的地方 其实都被我们完整的保护下来 那新北也像是一个大自然的生态教室 而且我们看到您刚刚说28处渔港不断的蜕变 展现出不同的渔港风貌 是不是有更多的可以吸引大家的一些活动 让大家可以参与来分享一下 淡选渔人码头啊 有一个全台唯一的几米溜溜帽游乐场 这个就是小朋友最喜欢的 这是全台唯一的一座哦 富裕渔港呢 它是一个有墨西哥帽造型的这个海景餐厅 深奥渔港 它是全台最多娱乐渔船的地方 它很盛行的就是夜调 那另外它周边还有橡皮盐 然后秋长盐 是很自然的天然地景 它是要吃万里蟹的韬客的首选 刚听到处长讲到这些渔港的特色风貌 我觉得整个画面都油然而生 而且就会想到 其实真的很多画面都出现在我们的影视剧集里头 好多的剧组都喜欢到我们的渔港取景 没错 那像是华登初上它有在马刚渔港取景 那另外在水南洞渔港呢 也有我们与二的剧里剧主也在这边取景 所以在这些戏剧里头就可以看到我们美丽的渔港风貌 所以如果假日还不知道去哪里玩的话 我们真的是可以去这些 刚刚我们处长推荐的这些渔港去好好的走一走 今天也非常谢谢处长跟我们分享这么多美丽的渔港风景 我们希望下一次有机会再邀请处长来跟我们分享其他的海味 真的是太澎湃太丰盛了 如果你喜欢我们内容的话 请不要忘记按赞分享订阅加开启小铃铛 今天好好说我们是不是跟大家说了 我们下集再见咯 拜拜 处长这边有没有什么业钓经验 渔业处长就也要负责业钓吗 我有去过但是因为我会晕船 所以每次我都只能乖乖地坐在那里 所以晕船也可以当渔业处处长 那我陪我爸爸去钓游客会当渔业处处长 可以啊